本土、民主、反共 保来政治、民生起义 myradio.hk 最详尽的新马资讯 带你看尽世界马坛 轮尽马圈天南地北 马祝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 喳喳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马祝USB 我是尤达 我是喳喳 今次在未讲今天的节目之前 上个星期我们都讲了少许 关于我们在未来这个月尾 会有一个现场观众版 会招待现场观众的 我现在趁这个时间 就想讲讲详情 因为都知道 日期就会是3月26号 那晚正值是杜拜世界杯的赛马日 所以希望我们借着这个时间 可以开放 招待一些现场观众 大家一起做节目 大家互动一下 大家沟通 到时现场看下我们杜拜的分析 因为节目的调动关系 那天的节目就会改了在10点钟开始做 由10点钟就做到12点 还要加长一节 做足两个钟头 到时大家就要留意在myradio 我们就会公布报名详情 但基本上就是由现在开始 至到3月21号 大家就可以上这个电邮 就去hkproletariat at gmail.com 就是平时大家报名去 就是毓民踩场 现场版的那个电邮 就留下你们的姓名 和联络电话 先到先得 名额有限 那我们就收到过了截止日期之后 收到所有的名单之后 那我们就会落实了 如果有佛又可以来到 来一起和我们一起玩的朋友 那我们就会个别电话通知大家 那到时就会作实 那大致上就是这样 是 那我们都说回今天的节目 那样就外容都很丰富 因为上个星期就这样 就公布了这个打比的正式入选名单 那样就也都见到 欣子丹去公布那个揭幕儀式 但之后那只宇宙就很一样 那只就真的不一样 可能天雨影响啦 我觉得太生了 那只马都做了 因为六成马这样 我也是坚持觉得这个是不差的嘛 不过就给点时间啦 那我们首先去第一张照片 那我们先去打比 那我们现在去这个road to derby的环节 好了 最后机会最后抢分 那结果喜连掌声 就顺利拿到最后那张入场券 但是现在看最后的报名 就算他输了 应该都拿到那张入场券 对啊 小米周七十几分都入围了 第二就是摩高一仗 都有奖金的 那这样就跑过第五 那结果就 那结果就 结果最后就是 今年打比就有很多特别东西 就是说 很多高分的马 不合路程的 都回归一个现实就是说 哎 我不够跑就算了 好似飞来猛啦 刚刚赢完港澳杯 加到一百零五分 但是他始终都知道 这只马都不是那个图约 还有其实上一场 那场港澳杯 其实都用力都用得挺尽的 所以就最后都退出了 他都是不合路程 对 路程又不合啦 好了 那我们可以出第二张照片了 好了 是的 第二张照片就是 今年的正选名单了 大家就看到 一至到这儿就十四只马 就没有后备了 对 没错 对 即是退出了就不满额的了 那么就略略都讲一讲 就讲一讲小米洲 因为小米洲其实就最后那天 就给十八万的报名费 就加入去跑那场马 这样就七十八分 但是其实这一只马呢 的里程是很少的 他跑了两场而已 不是 他是很简单 香港跑了两场 跑了五场 他来香港距离到现在 他跑了六场而已 是的 那他呢就在澳洲赢了一场那些 一千米的那些乡镇马场的赛事 就拿了六十五分 来香港 那接着就上到去啦 这样就赢了一场一千六米 赢了三个马位 就是苏绍辉跑 然后再出就跑第二这样 那这一只马七十八分就肯定是虚分来的 那其实有些人就 阿师兄就是请教的一样 有些人说今年因为平均分比较低 就说打比水准比较低 我不知道你怎样低 我就不是很同意今年打比的水准低的 那说回小米洲先 其实呢在公布当日的早上 因为那天应该是下午的时候 记者会公布 12点 那天的 那早上呢 我就看回马会给我们的记者传媒的那个网站 就看到有第三轮报名 就看到有个小米洲 那我一看就说咦 为什么会 因为通常呢 通常如果做得这个动作呢 那就是意味着这只马就一定入选啦 如果不是你做的第三轮 因为要给18万报名费的嘛 要给18万的嘛 真是玩的是不是 那当时一到公布的时候 其实很多记者 很多记者当时都 或者我们那些看到的那个名单 都挺哗然的 为什么就是说七十几分 那当时都应该都有 现场都有一些人问 那为什么 事后问回平榜员 为什么这只小米洲凭什么入选呢 那当时呢其实就 他初步的解释就是说 因为跑完上个星期 那些赛事之后呢 那其实有很多只马都不跑 即是退出了 尤其是我们一路 我们一路做的Roll to Derby 最后记得一路我们都有一张最后一幅 就是说十四只马 上面画了一条线 就是边最高分的十几只马 然后后面就有些 我们看到 比如说有些 欠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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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东方快车 喜年掌声 那堆海船生辉 那堆海船生辉 那小米洲都不见人 不见了 但是后来就不知为什么 他解释就是因为那堆马 前面那些 退出了 不跑 然后排排排排排排排 排到小米洲 就 叫做 最近 那里面 就让他车边上去 我猜 就有点默契 我猜 应该 就 可能知道 已退了这么多马 知道不满额 然后 就会问有一些马 可能马会 就会去问有一些马 有没有兴趣 我知道就不是 我知道就不是 那如果是这样 叶初行都算得很准 猜到自己一定有得跑 有些小道消息 就刚刚调转 我听到的 应该是 都说了一大轮 谈了一大轮 最后才拍板 就给他第三家园报名 然后下午就公布正算 但这个真的是小道消息 比你很简单 高分过他的 有个闪电王 有个精气神 精气神 下个星期三就跑了 就跑了一千八米 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由85分到78分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我猜都是自己不跑 你没理由不让精气神跑 精气神在香港上过名 分比你高 我猜是精气神 我猜是自己不跑 所以我也有些废解 当然 平榜完就很震震有词 就认为这只马78分 还有很多水位走 不要因为他78分 就觉得哗然 究竟事实上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真的要跑过才知道 以往 付钱最后跑那些马 成绩 虽然赢不到 但成绩都不错 有奖金 好像火红人 火红人后期都要过了 好像刚刚今季 他都赢了一场级制赛 他那时都跑第四 他还要特意给钱 叫宋敏伦过来帮忙 好了 接着就要谈谈配搭 其实有些很特别的配搭 喜连掌声 莫雷拉最后在2-1的情况之下 始终选回威尼加道 那也很合理 试了两次了 因为喜连掌声始终 他是受量磅 117磅他赢 他赢了 最后的晋级赛 他也是117磅 威尼加道是126磅 来赢的 所以也是合理 始终威尼加道 两个打比都跑得好 在英国和外尔兰 也是有级数的 选回这一籍也是合理的 喜连掌声 结果最后就征召了贝汤尼来跑 佳应之友本来是潘顿 一手一脚操开 最后潘顿都不要了 结果最后 容天鹏就找回他一个好朋友 安国伦 安国伦 上年就是帮容天鹏 跑当时的醒目明驱 跑了第三 找了安国伦上去 另外代代卫王 因为苏明云停赛 最初就听回小道消息 想找大徒来 但是好像最后就听回来就说 戴桃李不是很想过来 结果最后就 给个机会给年轻人 市卓锋 是的 现在是确实了 以我 都是肯定的 对啊 你觉得对啊 因为我的消息外员都 大家两边都是 都确认的 如果市卓锋 也都 市卓锋给点心思 因为他有机会 拿到这架马的税拳 最后的税拳 那就用心思考了 希望市卓锋 还有那架马 那天试完集真的好fit 看到 炮弹地冲上去 海船申辉 结果就真的飞起了韦达 找潘顿上去 潘顿近段 跟大摩的合作都很好 是的 这个亦都真的加强了配搭 看看可不可以 他的断力真的用得好 这架马我们都说过 他不出头的原因 一来他不集中精神意外 这架马力短 我们觉得他 冲一段 跟着就站在那里 很赤寸 是的 潘顿看 另外一架马我想说的 就是摩高一仗 又找了帅恩上去跑 这个是确实了 这个就是 这个虽然 那个外员是出自这个乡土 但是 看回报纸也都证实了 那帅恩是什么骑士呢 跑跑一下脱褲那个 没错 脱褲骑士 是的 那变成了这一场 但是我们又在问了 其实大摩他有拍宝给他选 有角人给他选 都不选 要找这个人过来跑 那其实是不是说 那不知道 有很多 那现在你看到了 那还有两只 浩东尼还有两只 暂定绿色境区 这两只都有机会是用画像的 可能 我认识精神最后那货集 下个礼拜说打给我 我会给那货集 他试得挺好的 我自己觉得 这个是一路奇兵 那最后就是小米州 小米州也确实了 是请苏少辉来跑的 那也很明显 就是说完打给 那我就说回今天的赛事 那这样就有 其实就是 我想 先说我们今天的重点赛事 我也想略略说 第二场 但是就不会浪费很多时间说的 就是那场 百二分之一 百分之一 只有六只马跑 那无谓在那里 美丽大师 战利品 有两只所谓 不去杜拜游回香港 就会跑这一场的赛事 那看一下 跑成什么 还是马小场合 轻绑马可以突围 而出 因为始终只有六只马跑 那就 说一说这一场的赛事 很简单 那 都比较单纯的 但是小马跑 有时又有些古形精怪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这样 一带一带过就算了 而且这场马记住 因为只有六只马 就没有位置 只有单Q 所以大家选马 好 那说完这场 那另外就有一场 一八零五分至八十分的泥地赛事 第八场的二班 一六五零 高班的泥地赛事 都买少见少 所以要大家 麻烦好好把握机会 因为你看回 今年好的泥地马 都差不多去杜拜 是啊 所以这一站马 不去杜拜 那其实就 好好把握 一来就很简单 一高班的泥地赛事 已经很少了 那还未知适合路程 即难道有一些 好像飞龙区 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它 1650米和1200米 它是1200米 比较好些 不过它泥地跑得好 那没得选择 1650米都要跑 那你好像活力堡那些 其实它最好的路程 其实是跑沙田1400米 但是泥地又没有1400米 所以这一场很多马 都要把握机会 那我们来看片 看片 第一条片 看看飞龙区和活力堡 那内来的活力堡 就是没有位的 整天都没有位的 整场马都没有位出 那前面现在凸出来 就是控制者 那外面上来就是 真先生 那接着飞龙区 其实就是前面 就是按一个很慢的步速 那最后都可以回到的 始终这一马 是比草地好 但是路程那里 就会比较少少少 那同一天 另外一场 81分至85分的1650 我们看一只喜喜堡 和活力宽藤 那活力宽藤很明显 今年是跑不回的 喜喜堡 那现在就回来跑泥地 但是泥地試过跑 就一般的 那这次用罗里亚 那就不知道了 那这样就 不懂说了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条片 好 那我们看一下活力堡跑泥地 它是唯一可以威胁到 即是埋到准备奏 新的新的 飞龙区也有一个跑 那看到它1650米 它真的差一点 很少的 活力宽藤就更加 不用说了 跑不回 现在他就追上来 过一只自己马房的轻壇 淺少 第四也是他马房的勁势 那虽然 准备奏就是好像赢他过来马位 但是卫力宝 其实都卖不到他身的 是 没错 好了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军火 这个就是伟大復活日 我们叫做 外面绿色衫那只就是军火 那伟大呢 在赢这行军火之前 我们就说他那一陣子 是守了很久的 黄色衫现在凸出来的那只就是军火 这样就赢得很轻松 这个已经弹掉了 大局已定 马背过骑士 那天也恭喜韦达 终于赢了马 没错 那这日马亦的泥地是特别好的 其实都 好了 接着我们看12月19日 就是中环大地 我记得那天呢 就在我谷那里 叫人家真的买 那结果也赢了 那中环大地 其实和凌峰飘洋 都说回来 两只马的血统 都是很泥地的血统 杜鲍遥和另外一只 就是美国种 中环大地的 Missia Miss 即是大银子 那种 那他就 泥地被他把握 赢了 好了 竞技英雄 这一只都出名了 二班不行 三班就 打完 找位出那一只 但是今次他跑泥地 那他想怎样呢 可能都是减分 但是这一场他赢得精彩 他赢了一只美丽巨星 跟着前面带头那一只 就是正是里 但是正是里 最后那几步就 他最后都过了一只美丽巨星 典型的二班不够班 三班就超低 不知道他是减分 希望去三班 还是怎样 另外一只 这一只南天保马 那这一只马 其实来香港之前 其实他跑那一场高山样招 高山錦标 就跟那一只Charm Spirit 那一只人气高一起跑 另外跑第三那只就是奇珍 那三只马一起冲过终点 但是他来到香港 他就 因为水土不太行 那就搞了一段时间 那现在他搞到水土 这一只南天保马 是北半球马 是北半球马 那1650米 好 接着我们看另外 11月18日 即是准备就水跑那天 其实他还有一场九十分至七十分的危地 我们就要看一只迎风飘扬 那在达少 外当一只贝岳华 跑那只川河堡区 好 你看到现在达少 其实也都看得很准 那一场他也落飞搏杀 外面那只川河堡 川河晚区我写错了 川河晚区他本身 上年他也是不断地迫那只准备就水 那这次放回莫雷拉上去 看看怎么样 好 师兄你先说心水 这场马就真的 看过这么多片 我也看到一球运 但是总括来说 先补充一点点 其实这一阶马 就整天都对的 但是就互有胜负 即是跑对一个位 你跑错一个位 那胜负是完全不同的 是不是有时候跑黎尼呢 我们常常都说一样东西 他赢得远 不代表那只马真的超很多 黎尼常常的 今天赢你三个马 明天输回三个马 那师兄交给你了 其实这场马 刚才看了这么多片 都是眼花缭乱 但是看回近迹 我就比较喜欢那只中环大地 即是马 因为这只中环大地 如果你再看回 我们今季都说了很多次这只马 那就是 福黎妍输了 接着都 莫雷拉又赢 十几元帮他保重 接着连黎海荣都赢得 但是他困来困去 都是对着天笑 喜等贤 天才 都是对着一些比较高 后期都可以扶摇直上的马 尤其是上一场 虽然输给太金刚三个马位 但是太金刚之后都很厉害 再赢啊 太金刚 所以这场马 你中环大地 你跑 他那次唯一跑那次的黎尼 你刚才我们都看了那条片 黎海荣都发挥得很出色 今次虽然排过十二档 但是因为这只马 其实你见到他跑法都可以很激动 他稍微摆前又可以 后面冲上来又可以 那你换了个这么好姜诚的 即是换回个潘顿 那我觉得这一次呢 他都可以在这里呢 因为他这次很重要是背到一把十九磅 其实都挺轻磅 那你就算虚了个档 但因为背到这么轻磅 那我觉得这只马呢 这场马就可以左右大局 然后再讲到 要回到一支川河猛区 大家看上一局 那一局 那场呢 都是有点意外之下 输的 都输得挺远 但是这只马之后呢 你见到 蔡若翰都立刻重新做过功夫 也都最近去试过泥杂 试过千二杂 阿维尚一推出来一旦 就由头放到尾 都放得很轻松的 那一路到状态都保持回 这只马都做得很好 那这次这只马又是了 又是背回手绑了 那我相信这一次呢 这只马呢 也都是可以把握到手绑 还有有个四档呢 那在里面捐下捐下呢 那都有机会可以挑战到一只五号 那我觉得这一场马 这条五十一Q呢 都应该都挺稳固的 那再拖啦 那都是要回手绑马啦 你大摩摆得一只活力宽腾 扯高了这些绑底 扯高了那个绑 那你下面到三号打后 都已经是背着一百二十磅 除了那只活力宝 就因为没有绑样 那只剩一二一磅 那其他那些全部都背轻绑 那其实变了有心 有心呢 他就想拉高那个绑 来造就这只飞龙区 因为飞龙区 就再放下黄豪南 又背轻十磅 那就是一一七 又轻飘飘 那这只马都是在前面放的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 在前面看下 揽一下揽一下 揽到多少 如果他能够去年 他可以输给准备就税 过几马位 如果他揭露水准的话 他在前面放 我觉得他有机会偷到一只 所以这三只 那最后呢 藍天保马也是轻绑 这只马虽然他未跑过1650 但是其实上一场 盈利进马那场的姿态 都是很轻松的 虽然这次就叫做升上三班 升上二班 但是这次他揽得很轻绑 又是那套板斧 在前面揣摇一下 所以这场马 其他军火那些 军火那些 军火我就不相信騎士 很明显 我真的不太相信阿达少 因为他这段时间都游游四海 所以很简单 这次第二八场的深水 就变成这样 就是拿5号的中环大地做胆 拖回11号的川河晚区 这条单Q 我觉得挺有信心 大家都值得留意一下 接着就拖回3号的飞龙区 就摊一下黄浩南轻绑 可以在前面揪揪阵 就摊一下火可以放到回来 最后就要一只南天堡马 始终这只马 他上一场都叫做贏得很出色 虽然升上二班 但是背得拖回轻绑 就可以彌补他班次的不足 那就5139到你 我就简单一点 因为有些你讲了那些 我就不再重复了 川河晚区就是今次 其实很简单的 因为这一组马 其实有些我们没有选择活力宝 甚至你说军货 虽然你说白少 甚至我去到聪明才智 因为你始终我也是 那句你欢腾拉高了个磅 那你现在聪明才智 他也是一几磅 其实就很开放的 就算你在我们这五只马里面 那你再有其他的心水拖起来 其实都未尝不可 但是我就选择一只川河晚区 因为他一来这次真的强沛 抛回雷神 撿回个好档 撿回四档 那他去年就不断地输给准备就绍 每次都不是输很多 试过有一次逼到准备就绍 都要打边打了很多 那我刚才说飞龙区那场 是的 那他这只马 其实就 买回莫雷拉的诚意也十足 相信也都要求交代的了 那我们想现在放一放个break 那回来我先讲 继续讲下去 好 不要走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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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